哈啰 老师好 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自然的考虑我想再做修改 两题太少了 来 修改在这个地方 这个Share是给我的朋友 来 我们先看到Editor 我再加一题 我们再加一题来看一下 第一题Question 1 第二题 那再做第三题 第三题呢 这里 选择题 我回到这里来 来 选择题在这里 题目给他 那接下来这里呢 第一个答案是图书馆 那第二个答案是医院 我给三个答案就好了 第三个答案是花式 标准答案是不会在这里找到这个 那时间在这里 这边我们看一下 他能够做什么就从这里看 第一个 我可以给图片哦 老师我这边再给个图片可不可以 给图片这是free版本就可以了 免费的版本可以做 当然要给有意的相关图片 你不能给的不相干就怪怪的 我现在先丢个随便图片进来 所以他在看题目的时候 也有这个副图 就变这样 这三图修改在这里 那接下来要不要加一些方程式什么的 要不要加数学老师方程式 那这个可以答案删掉 这边可以给图片哦 这边可以给方程式哦 这边是从文字而已 那这边还有什么东西 更多什么选项 正确的选项 要不要给他秀更多的正确的这个 时间 这topic主题 没有 那边没有可以计分 这里没有可以设定说这里几分 这里方程式编辑器 完成完 这次我们来看看回家测验 做完以后要点save才算数哦 好我改成三题对不对 老师如果是回家测验 也许应该出个更完整一点点 也许出十题 选哪一个 assign homework assign homework开始选哦 今天来我们开始选 到什么时候 我可以让你考到下礼拜二 12月7号几点 12月7号的PM到十二点 这个 对啊 还是要设这个 这个要有钱哦 你只要点下去看到闪念 都是要付费的 那就先不管了 那可以丢到你在什么 这里来 这个 那这个爱 按钮键翻译看比较快一点点 好 尝试这种听众 多少人 无限 没有限定这个 要不要看答案什么的 这个 那一样 我还是选这个 要不要播放 分配 好来 那在这里哦 学生一样是这个QR Code 就不用再来 图永远是这一个 OK吗 你只要跟学生讲 来来来来 请输入 2679 1217就可以进到这份考卷 可以考到什么时候 可以考到下礼拜二的晚上十二点 这个 指定测验的这个 可以考到下礼拜二这个 那这个就是回家作业的概念 回家作业当然不是作为正式考试 因为只要网络上都容易查答案 作弊都很容易 或是即使回家你把当作业 他去作弊也不错 去把答案找出来 拖过来 表示至少他有去做这件事情 真正的考试应该进到教室去会比较公平 这种我们就希望什么 回家一个尤其像测验的地方 那最大的幽灵是在什么 线上测验你不用改考卷 你可以知道每个人的什么 答对答对状况 我们可以很容易掌握学生的学习进度 这是我觉得线上测验 感觉比较迷人的地方